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也是硬邦邦的 可手下的触感 却比他想象的软 劳架可以起来吗 头顶上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 琥珀色的大眼睛看向发出声音的地方 正好撞见了一双深邃的眼眸 仿若闪动着一千种琉璃的光芒 这样的眼睛 他真的好像在哪里见过 垂在眉间的一小里黑发 将那双眼眸映衬得更加纯粹 对 就好像是 是他 天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还不赶紧帮忙 刚刚受到上司褒奖的张经理 还来不及品尝番那份喜悦 便被眼前这幕下的烟消云散 早已吓傻得众人 被他吼上这么一嗓子 这才回过神来 手忙脚乱的拥上去 将两人从地上扶起 阿县 你怎么样啊 收了贪 前来一睹魏无限拍摄首秀的骆飞 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他第一时间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扶着魏无限 将他从头到脚打狼了一个遍 我没事 魏无限推开受惊过度的骆飞 看着被张经理搀扶的少年问 你怎么样啊 有没有哪里受伤 昨天他手腕就受了伤 他有些担心对方伤伤加伤 蓝战活动了一下手腕 我没事 刚才多谢了 看到刚刚自己所站在的地方 被七零八落的膝架 砸了一个小坑 魏无限这才感到阵阵后怕 蓝战拧着眉心回道 不用客气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对方说谢谢 心里没来由的有些郁节 没有察觉到他身上不悦的气息 劫后余生的魏无限 笑眯眯的朝他伸出手 我们这下子也算生死与共了 交个朋友吧 我叫魏无限 蓝战犹豫了片刻 终是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蓝战 四目相交 两人之间和谐的氛围 与四周抓狂的环境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导演骂场务 场务骂场工 嘈杂的声音乱成一团 但不幸中的万幸 至少刚才的拍摄进度不错 剪辑一下 勉强能弄出来几条 至于后续的镜头 只能等之后再不拍了 拍摄提前结束 换好衣服出来的魏无限 想同蓝战大声招呼再走 可等了一会儿 却迟迟不见人影 干嘛呢 都好了还不走 别忘了你今天还有个晚班 行了 这就走 说不了比亲妈还唠叨的洛飞 魏无限这才朝停车场走去 你真的没事 回去的路上 洛飞还是有些不放心 要不去医院派个骗子看看 我不就是医生吗 还用得着去医院 魏无限无语地看了眼洛飞 思绪重新倒带回去 满脑子想的都是 蓝战到底有没有事 早知道 他刚刚应该跟他要一个微信才对 不对啊 他刚刚明明是去了化妆间 怎么会一下子跑到膝架那里呢 两个地方间隔少说有数十米 这人是怎么一下子跑过来的呢 魏无限小声嘀咕着 这个问号在回去的路上 跟了他一路 蓝二少 蓝二少 处理完现场的事情 张经理一路小跑 追上了刚走出去不远的蓝战 有事 没事 没什么大事 张经理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小心翼翼问 您刚才 没什么事吧 没事 哦 好好好好 没事就好 那需要我派人送您回去吗 不用了 我骑车过来的 哦 那好的 今天辛苦您了 那您早日回去休息 张经理工师目送蓝战离开 直到人走远了 他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这提心吊胆的一天啊 终于是过去了 蓝战刚回到酒店 房间的坐机就响个不停 他刚拿起化剑 那头就传来君少气急败坏的声音 臭小子 你一下午人都干嘛去了 打你手机关机 老尹敲了你半天房门 一直没人鹰 替你去参加活动 是 可是你后续拍摄 怎么会出意外呢 你知不知道 我和老尹都快急死了 老尹这会正满上海的找你呢 回酒店的路上 去附近转用了一圈 手机没电了 我没留意 你 君少深吸了好几口气 将烧到头顶的怒火 勉强压下去几分 这才接着说 那我现在跟老尹说一声 你就待在房间里 哪里都别去 老尹一会儿去房间看看你 不用了 蓝战低头看了看 被沙布裹着的脚踝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 在君少和老尹眼里 她和三岁小孩子 没太大分别 不行 当初我可是答应过你哥的 要好好照看你的 君少的语气不容置疑 你就老是待在房间里 听明白了吗 嗯 无奈阴下的蓝战 在挂断电话后 从茶几上的塑料袋里 拿出两盒药片看了看 然后连药盒带塑料袋 一同塞到被子里 她单脚着地 蹦跳着来到洗手间 避开包扎的地方 简单冲洗了一下 刚刚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就听到房门传来嘀嘀的声音 她连跳两下 掀开床上的被子躺了进去 房门被人打开的同时 她就听到了尹妈牢牢叨叨的声音 你小子 离开活动现场后去了哪里 张经理说拍摄发生了点意外 我差点吓得魂都没了 看到靠在床上悠闲看电视的蓝战 劳盈一把抢过遥控器 将电视给关了 我就是去附近转悠了一下 顺便吃了点东西 蓝战拿起床上的手机 心不再烟滑了两下 劳盈满脸不相信 你平时都不怎么出门的人 会去附近转悠 编瞎话前 你能不能打打草稿 不是一个人 跟朋友一起 朋友 你在上海有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刚认识的 叫什么 魏无疆 做什么的 手一 劳盈也就是随口问两句 没想到蓝战还真的都能打上来 看上去也不像是胡产的 难道 真的是和朋友出去的 那是自己和军少多虑了 那啥 说回正事 你还记得后天你有个表演赛吧 提到表演赛 蓝战的眼眸微微沉 知道 明天你打算几点出发去场地十一圈 不用了 表演赛的场地和之前比赛是同一个 什么意思是 因为你要说的 蓝战的眼神大限的眼神 以后也有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的蓝战的眼神